不要 不要 我的娘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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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是你們殺的 騎燈狗拿命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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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湊 快走 快快快 2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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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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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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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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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山 帮我种在我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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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娘 我的娘 爹 公主 爹 香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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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像有点不顶手啊 你放手 卡 卡 快点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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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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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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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多谢 多谢 你今天 我问你 多谢 来 多谢 多谢 来 多谢 您的酒 您的酒 请您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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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嘉 Jos 哈哈哈哈 嗯嗯 我看你酒量不小嘛 有点意思 来 我这个人哪 酒量是因人而异的 酒疯之己千杯少 我这几天见的人啊 不是扭扭捏捏 就是尖酸刻薄 没有人凶 撑得上男子汉大丈夫 这一碗小弟敬你 靠一个酒疯之己千杯少 再来 来 快点 追着不连这儿的事 来 来 好 再来 来 来 好 哈哈 哈哈 嗯 老师啊 这算一算 我们喝的有四十多碗了 你没喝多 脑子挺清楚的 我们呀 可以说是半斤八两 要分胜负 恐怕是不太容易 不过呢 再喝下去 就怕小弟的酒钱不够了 好 来 咱们这就走 走 多谢哥哥 多谢哥哥 这位朋友 咱们比比角力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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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宋慕容 果然谜不虚传啊 小弟 姓段茗玉 兄台 你认错人了吧 阁下 不是慕容傅公子吗 小弟初次来到江南 天天听到慕容公子的大名 可惜一直没有见到 刚才兄台自曝姓名 可是姓乔明峰 正是 在下乔峰 小弟是大抵人士 初次来到江南 能够结识到像乔兄 这样的英雄人物 真是荣幸啊 哦 原来你是大理段氏子弟 到江南来干什么来了 这个 此事 说来话长 那就慢慢说 走 段兄弟 酒量好 为人也十分爽快 处处透露一股狭气 乔某识人无数 但真让乔某佩服的 还真没有几个 兄弟 我想与你结为金兰 你看怎么样 小弟 求之不得 我乔峰 我段玉 今日一结金兰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大哥 贤弟 大哥 刚才小弟在松口楼听到 大哥今晚跟别人定下了约会 对 小弟虽然不会武功 但也想去看看热闹 不知大哥可否答应 当然可以 不过敌人出手阴险毒辣 贤弟自己可要当心的 一切听从大哥吩咐 走 贤弟啊 我看现在时间还早 不如咱们返回吴溪城 再喝他一会儿 然后再去回山 大哥 哥 刚才小弟跟你毒酒 其实是骗你的 我只不过把酒 用内地从手中逼了出去 大哥是真的喝了四十多晚 我只不过用酒充充肠胃而已 我说贤弟 你这门功夫 是不是叫做六脉神剑呢 正是 小弟刚学会布酒 还不太熟练呢 是吗 我曾经听我师父提起过 大理段氏有一门奇功 叫做六脉神剑 可以无形剑气伤人 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世上只有这种奇功啊 其实这门功夫 除了和大哥毒酒 作弊取巧之外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上次我被揪摩制 那个土拨和尚抓走 就还没有我还手的余地呢 天下人对六脉神剑 太夸大其词了 大哥 我看酒会伤身 今晚你就别再喝了 贤弟归劝得是 不过兄弟我自小爱喝酒 而且是越喝越有精神 今天大敌当前 我要痛痛快快地喝他一顿 然后跟他们好好地周旋一份 走 启禀帮主 四个点子闯入大义焚舵 正在那里捣乱 舵主怕抵挡不住 命属下请大人焚舵 派给人支援 点子是什么人 三女一男 那男子讲话满横无礼 这四个人 你们就抵挡不住了 这 看来这酒是喝不了了 贤弟 咱去瞧瞧去 好啊 大哥 走 白长老 帮主有急事同长老商议 请长老速去 帮主现在在哪儿 就在湖边船上 请带路 是 向兄 怎么你也到了 帮主着急说有要事商量 不知是什么要紧事 把你我都招来 该不是和西夏人的约会 有什么变化吧 上去就知道了 行 二位长老帮主已经等候多时了 快请上船吧 你先走 抓住他 抓活的 是 别动 别动 白石敬 你坐下 二位长老得罪了 今天是丐帮土顾纳心的好日子 为了避免二位做出不明智的事来 只好先委屈二位一下 待会儿全某亲自向二位赔罪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二位企图逃跑 这里的几条船 都装满了硫磺和柴草 我的属下就堪在外边 稍有不对 他们就会马上点火到那个时候 二位就不要怪我全冠卿不讲义去了 少赔了 小人放开我 我家慕容公子上洛阳去会你家帮主 你们丐帮的人缺到无锡来了 这不是故意让我家公子补空吗 电笔账怎么算 慕容公子跟乔帮主事先定了约会吗 定不定都一样 亲有此理 真是亲有此理 王姑娘 你也来了 是啊 我也来了 中尉兄弟好 参见帮主 这位就是丐帮的乔帮主吧 兄弟包不通 想必你知道我的名头 原来是包三爷呀 久闻大名 幸会幸会 非也非也 我哪有什么大名啊 江湖上的臭名倒是有的 人人都知道我包不通 一生爱惹是生非出口伤人 不过 乔帮主 你怎么随随便便就到江南来了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早知道江南包不通爱犯狗屁 果然名不虚传哪 早听说臭屁不响想屁不臭 刚才的狗屁却是又响又臭 是丐帮四老放的吧 知道丐帮四老来了 你还敢胡说八道 怎么 想打架吗 包三先生一生 最爱的就是打架 你最爱的是斗嘴 爱打架的是我 封四哥 你也来了 我给你好好较较较较 四弟 四弟 你觉得如何 五四哥 五四哥 没 没什么 我 四弟 四弟 想撤轮战狗 让我来会会咕诉英豪 四哥哥 陈长老 你还是先给封四爷解了毒吧 这人先向我们挑衅 而且武功不弱 久活了 后患不小 话虽不错 可是咱们还没有见到郑主 就伤他属下 总有些说不过去 咱们还是先礼后兵吧 马副帮主 明明死战那姓陆荣的手下 啥人就该成立 你先给他解毒 以后的事慢慢再说 是 我家帮主仁义为先 这是解药 多谢陈长老 多谢乔帮主 请问长老 这解药该如何用法 吸进山口中的毒液之后 把解药敷上 毒液如果没有吸进 解药敷上去 有害无益 多谢 慢 怎么了 女子吸不毒 女子怎么了 这吸毒是阴寒之理 女子性阴 因上加阴毒性更增 三哥 你快别打了 快来救救四哥 我来替疯子爷吸毒 我来替疯子爷吸毒 大哥 让我来吧 快去 和我СТ练 小鱼 负药不 快 快 四哥 多谢段公子 来 多谢 公子救命之恩 小小事情 不客气 不客气 我的性命在公子是小事 在我可是大事 是呀 还你解药 乔帮主仁义过人 不愧为武林中第一大帮的首领 封伯鄂十分佩服 过奖了 今天我输了 封伯鄂甘拜下风 等哪天碰你了 咱们再打 今天不和你打了 自当奉陪 对 姓宋打 我来领教领教阁下的高招 四哥 不要打了 你的体力还没有恢复 有价不打 来啊 妄自为人 你 快 快 皆打狗阵 好 广坚 好 踩 付赞 好 Aldo 克风 数 凤三哥 凤四哥 快住手 该帮他打鼓阵 你们俩是破不了的 你 不再打一会儿 等真的不成了 再住手好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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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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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下来 帮我下来 走 你不帮我下来 你不帮我下来 快 慢 我 走 是龙掌手抢住三世 抱三哥 他左肘要刹你胸口 右掌要斩你腰肋 左肘便抓你的气护穴 这招叫佩然有语 好一个佩然有语 王妹妹 你说的不倒不吃 有什么用啊 你早说骗哥 也好让我有个准备啊 他出手太快 我又得想 来不及说呀 咱们今天打输了 丢了咱们燕子乌的脸 二位 请自便吧 乔帮主啊 我武功是不如你啊 不过啊 我刚才说的不太服气啊 我想再领教领教 好 封爷请赐教 你这是秦龙宫吧 世上真的有 有这种神奇的武功 在下初学大炼 让凤爷取笑了 乔帮主客气了 封伯鄂这一辈子都得想打过你了 再会了 走 三哥 听说公子爷去了少林寺 那边人多 说不定有架打 我先去聊聊 你们慢慢再来 告辞了 走吧走吧 既不如人哪 脸上无光 再来十年吧 又输个金光 不打了 马夫帮主的大仇未报 帮主怎能随随便便就放走敌人 这次我们来到江南 主要是为了马夫帮主的大仇而来 可是这几日 我好好静心地想了想 杀害马夫帮主呢 未必就是慕容父 这次我们来到江南 帮主有什么凭据吗 我只是猜测 并没有拿到什么凭据 不知帮主是怎么猜测的 属下都想知道 马夫帮主 是死在自己的学学 锁侯擒拿手之下 当时我就想到了孤苏慕容 以彼之道 传师比身 我想这世上 除了慕容父以外 再也没有人能使马夫帮主 死在自己的功夫之下 不错 不过这几天 我好好想了想 里边另有隐情 帮主这么说 是有意开脱吧 传宫之法两位找了呢 主下今天没有见到二位长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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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已经把他给杀了 杀了 没有没有 白长老他好端端的 他没死 这不关我的事 这不是我干的 谁干的 他没见到三位长老吗 还他没有见到三位长老啊 没见到三位长老啊 我负佛的 是什么 我负佛的 就是我负佛的 我负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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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关了 大家都是讲义气的好兄弟 我们在江湖 能有今天的地位 不光是靠浪 你现在知错了 还来得及 张全祥 在 你带人去警 执法传宫两位长老 按我的吩咐去做 可以减轻你的罪责 其他个人站在原地 没有我的魅力 不准乱动 懦夫 懦夫 群起一战 未必咱们就会输 可是你们 谁都怕超风 是 众位弟兄 近些年来 本邦声语日龙 大家都知道 这是乔帮主之功 乔帮主仁义待人 处事功允 大家拥护还来不及呢 可是有人 居然朱游盟的心 权冠青 你执罪吗 权冠青全舵主 我侨风到底做了什么 对不起众兄弟的事情 经你当面指证 不必害怕 不用顾忌 对不起众兄弟的事 你现在虽然还没有做 可不久就要做了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乔帮主为人处事 光明磊落 你只凭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 就造谣祸众背叛帮主 权冠青全舵 你只凭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 你自行了断吧 白长老 不必兴急 让全舵主从头到尾 详详细细地说个明白 连宋长老 戏长老全都反对我 忍无完人哪 那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 请众兄弟指出来 帮主 我想杀你 是我不对 待会儿 我把自己这颗头搁下来 给你便是 既然帮主有令 权冠青 你说吧 马富帮主被人所害 我相信是出于乔峰之时 你一直讨厌马富帮主 总觉得有他在一天 你帮主的位子就坐不安 虎说八道 我虽然跟马富帮主 私交不深 但是绝无加害之意 皇天后土 人神共剑 如果我乔峰有意 加害马大元 我愿受千刀万挂 谁让人唾罢 萬一 咱们都古苏来找慕容富报仇 为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敌人勾结 这三个人 是慕容复的家人眷属 一家以庇护 那个人是慕容复的朋友 你却和他结为兄弟 非也 非也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慕容公子 这三位姑娘 也不是慕容公子的眷属 非也 非也 包不同 是慕容复手下金锋庄庄主 一阵风风波恶 是慕容复手下玄霜庄庄主 要不是你瞧风解围 他们早就被我们杀了 这些都是大伙亲眼看到的事实 你 还想抵赖吗 不错 我是屁股了这三位姑娘 那是因为我顾及到 丐帮数百年来的名声 我不愿天下英雄 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 丐帮何力欺负三个弱女子 把丐帮自开帮数百年来 在江湖上备受人的尊重 我们凭得不是人多是重 武功高强 而是由于我们行侠仗义 主持公道 丐帮和四大长老的名声 你不爱惜 众家兄弟可都爱惜得很呢 帮主 权冠青这种混账不必跟他多废口哲 按帮规 处死吧 权冠青能够挑唆这么多人谋反 我想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众位兄弟 我乔风的所作所为 有哪一点做得不对呢 请大家明言 乔帮主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乌长风没本事分辨 你还是把我杀了吧 乌长老 乔风 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 这件事 对咱们丐帮影响太大了 万一要是传了出去 丐帮在江湖上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我们本来想你都把你杀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 就因为我刚才救了慕容副手下的两个人 你们就认为我跟他勾结 可是你别忘了 你们是谋反在先 我是救人在后 众家兄弟 我在来乌西的路上 碰见了一位好汉 你让开 你让开 你先让开 你先让开 你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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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已经耗了一个时辰了 就是再耗两个时辰 我还是不让 你只要不嫌我担的这担分臭啊 咱们就这么耗着 好 好 你肩上压着粪袋 只要你不怕累 咱们今天就在这耗着 咱们今天就在这耗着 你 去 老兄 跟我比耐心 到底谁赢了 你是赢了 那你挑的这副分袋 我空战着 咱们看谁输谁赢 说得也是啊 拿来 给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只这么拖着 不换手 咱们在这耗着 只要是输了 谁就把这蛋大粪全喝下去 这 这 过瑜 过瑜 这个人虽然被破大粪 要杀这个乡下人举手之劳 可是他并不迟迟逞强 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 你们说 这个人算不算是一条好汉子 不错 是条好汉 可惜帮主没问他性命 否则也好让大伙知道 江南武林之中 有这么一号人物 陈长老 这位朋友刚才和你交过手 手背上还被你的毒血所伤 是 风波厄 不错 陈长老 咱们丐帮自局为天下第一大帮派 你又是帮中如此重要的人物 身份 名声 跟那个江南武人风波厄 不可同日而语 风波厄都可以再受辱之余 不伤及无辜 我们丐帮的高手 能被他禀下去吗 帮主 教训的是 我陈姑燕 知错了 风波厄是非分明 包不同 潇洒四辱 而这三位姑娘 又是温文善良 这些人 不是慕容公子的下属 就是他的亲友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仲家兄弟 咱们自己平心尽气地好好想一想 跟慕容公子相处的都是这些人 他自己能是一个大奸大恶 非必无耻之徒吗 方主主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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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主 依你之见 杀害马副帮主的肯定不是慕容副了 凶手究竟是谁 现在还没有眉目 但是如果我查出来是慕容副所为 我乔风第一个把他抓回来 替马副帮主报仇雪恨 但是只凭胡猜乱想 错杀了好人 而真正的凶手逍遥自在 暗笑我丐帮无能 那样的话 既对不起错杀的好人 也有损我丐帮的威名 以后仲家兄弟走在江湖之上 恐怕也会抬不起头来吧 报主 咱们所以判你 都是无听人言 现在一想 我们实在是太糊涂了 白长老 你请法刀来 按照办规 我们自行了断便是 请法弟子 请本邦法刀 是 我们自行 还有 我们自行 快到你了 不知 你 않不得了 你乔乎 回来 我们自行 汪大叶 罪当一刀处死 大智分舵舵主权万卿 造谣祸众鼓动内乱 罪当九刀处死 其余叛乱弟子 各领罪责日后降家查究 分别处罚 帮主 我胡长风 对不起你 立等自我了断 这是我死后 希望你能够原谅了吴长风 执法弟子松绑 且慢 帮主 是因为我罪孽太大 你不允许我自我了断 十五年前 契丹人入侵我念门关 宋长老得到消息以后 日夜奸程 不知不喝 赶报军情 他累得身受内伤 口吐鲜血 最终大灭契丹狗贼 这是有功于国的大事 执法长老 宋长老功劳甚大 望你能体察 许他将功赎罪 帮主 待宋长老求情 所说本也有礼 但本邦有邦规 叛邦大罪绝不可赦 总有大功亦不能赎 帮主 帮主 你的求情与邦规不合 咱们不能坏了规矩 执法长老的话 半点也不错 咱们既然身居长老之位 哪一个没有一些汉马功劳 倘若人人都追论九功 那就什么罪行都可以犯了 帮主 请你准许我自行了断 罢了罢了 我原起步我杀害你的念头 也是罪有应得 你下仇吧 帮主 帮主 瞅当主 帮主 abused 你别 来 长老 庞贵中应该有这么一条 本邦弟子犯规 不可倾诉 帮主倘若要愈加宽恕 徐留其血 以洗他人之罪孽 是不是 帮主 是有这么一条 但帮主 你自留鲜血 洗他人之罪 须想想是否值得 只要不违背祖宗的义法 那就好了 想当年 汪帮主被契丹五大高手 摄服擒祸 并违逼我丐帮 向契丹狗贼投降 戏长老 便瞧装汪帮主的模样 甘愿待死 使汪帮主得以脱险 他是有功于国家和本邦的 本人 非免他的罪不可 帮主 蝦帮主 我跟你没什么矫情 平时得罪你的地方太多 不敢要你流血赎命 陈大老 我乔峰是个粗鲁的汉子 我宁可去和低辈的一代二代的弟子 去喝烈酒 吃生肉 我这脾气大家都知道 但如果 因为我想除掉你和马副帮主 那可就大错特错 你和马副帮主 老程持重 从不醉酒 那是你们的优点 我乔峰 举不上你们 去刺杀汽丹国傅元帅一律不鲁的 正是我们的陈长老 臣孤雁惭愧 申些帮主 大恩大德 吴长老 想当年你一个人独守嬴仇侠 立抗西夏一品堂重高手 单凭你的技工金牌 就可以免罪啊 拿出来给大家伙瞧瞧 都是四家兄弟 有什么难为情的吗 我那块技工牌 不瞒帮主说 找不见了 怎么找不见 我那天突然酒瘾大发 因为没钱买酒喝 我就把金牌换酒喝了 爽快 好爽快 来 我佩服你 帮主啊 你大人大义 吴长风这条命 今后就交给你了 谁在说什么 我也再不会相信了 帮主 权舵主 权舵主 你还有什么话 请说吧 我所以烦你 是为了大宋的江山 为了丐帮百代的基业 可惜跟我说了你绅士真相的人 为事怕死 不敢献身 你干脆一刀把我杀了便是 我的绅士又怎么了 你尽管说来 我这时空口说白话 谁也不相信 你还是一刀把我杀了的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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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汉大丈夫 有话就说 何必顿顿吐吐吐的 何必顿吐吐的 我看你 请瞧的 痛痛快快的一刀把我杀了 免得我活在这个世上 还要眼看着丐帮落入胡人之手 大宋的锦绣江山 被你断送给一敌 丐帮怎么会落入胡人之手 我又怎么会断送大宋的江山 你给我明明白白的说清楚 杉冠卿 你说你知道我身世的真相 又说此事有关丐帮的安危 江山的设计 可是你始终不愿意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你煽动叛乱 意死难免 不过 我要把你的人头暂时留下来 等我查明了事情的真相 我再亲手杀了你 我乔风要决定杀什么人 谅这个人他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滚吧 从今以后 丐帮中没有你这号人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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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